司令台上有三根旗杆 旗杆上的旗子分別如下圖 盡欲將旗子下降 若每次降下的旗子 都必須是該旗杆上最低的旗子 且可交錯降各旗杆上的旗子 則降下全部七面旗 可以有幾種次序 就是每一次降 只能是最低的那個 不能上面那個先降 所以你也可以第一個的一降下來之後 降第三個 第三個降下來之後 一跟二你也可以選 第二個或第一個 所以好可怕 降就是要降最下面的旗子 這是他的原則 這個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看完題目之後就叹氣了 是我的話 我的 處理方式就是把 三個旗杆鋸掉 不要再擺全部 對啊 跟囉嗦有幾種次序 就是說我用什麼次序 對…有幾種方法 對 當然一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面這最簡單 對… 對不對 你也可以 一譯一能 一萬一音 一歐 其實你可以講出來 不會印象的 這也是另外一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對啊 因為其實好像這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有滿多一種解法的嘛 算法已經不是我們好像直觀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要稍微算 一定要用一些公式還是什麼 方法 應該不是公式 他沒有公式 方法 2 2 2 4 4 2 8 這裡有8重 8 那這個就會 不對 滿關鍵的 不對嗎 田田你有在想嗎 有 但是基本上是 我是沒有在想 沒有太大的作用 我只是假裝很認真而已 是 我是認真想的時候 還是覺得想破頭 而且我們沒有紙筆 對不對 會跟 那如果觀眾朋友跟我們一樣 就是看到這一段 你這邊 眉心這邊會痛是正常的 你不要覺得說你自己有什麼病症 因為我們也很痛 對 這邊太陽穴 或是兩邊的穴道會不舒服 揉一揉 所以我們很快就會過了 因為這是總冠軍上 伸頭 縮頭都是一道 我們一起來 應該差不多了 舉拍 來 好 來 2 1 0 有耶 2 4 72 36 2 4 都不一樣 2 4 高下力見囉 有喔 我的答案可以 我們當中有小老師 可是確解答是 2 2 1 0 什麼算的 拜託 拜託跟我們解釋 可以解釋一下嗎 總共有三根旗字 所以我就假設這一個叫A旗字 B旗字跟C旗字 然後一次只能出來一面旗字 所以就可以想像成 一次出來一顆球的感覺 所以我們總共排出來之後 總共有七顆 對 所以我會用七階 對 可是會有重複的 例如說 A旗字有兩面 B旗字有三面 C旗字有兩面這樣 就是按照圖上的 總共每一個旗字上有不同的數量 所以最後再除掉 避免重複選 但為什麼要除掉 我知道要除這個 比如說你選AA 然後你這兩個AA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不會因為 就是我先怎麼選 都先選下面這個 他沒有選上面這個的機會 所以就是這個做法 就把它重複的 避免把它除掉 不要跟他們政變 對 好厲害喔 真的耶 是210耶 但是真的很厲害 他算出來 你想當中這個方法很厲害耶 可是剛剛北港高中怎麼了 你們猜一點是不是 猜一點 我們在努力想 他開始在倒數了 那個時候我們猜 想到就是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然後開始要做 結果到時候時間結束 結果來不及做 有想到這個方法 OK 好的 現在目前的分數 政大福中6分 北港高中12分 南一中 台東高中 都是14分 加油 下面一題請出題 看到這個題目 整個人軟掉是正常的 正常 正常 每個人的症狀會不同 像我是明星頭 像他是身體軟掉 觀眾朋友你的反應是什麼呢 可以在臉書留言告訴我們 對 互相交流一下 對 交流一下 像我就處理比較得當 是… 這種題目 對你最後的愛 就是手放開 最後的愛 對你最後的愛 就是手放開 不要去了解那麼多 這個讓科學家來就好了 對啊 OK 逆活化 逆活化 加西 但是他們真的 算得跟真的一樣 對啊 真的會 所以他們是我們 就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Yes 交錯在他們手上了 剛剛一問之下 反正我們錄影當天 他們今天剛考完分科考 所以大家心情都很好 壓力解除了 壓力解放 最後8秒 可以喔 7秒鐘 可能有 6 5 4 3 2 1 請舉牌 好的 男一中是第一處 負45 千交 那這邊是45 45千交 9 你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45 45 85 正確解答是 負45 負45 厲害 男一中 男一中 負45 好的 現在這個男一中 慢慢慢慢有拉去了唷 Any questions 請說 那個我剛剛這邊寫的是 變化量Delta H 可以算我對嗎 什麼說 什麼意思 就是變化量 平均變化量 就是 平均的 樓上可以幫 幫我們解釋一下嗎 就是平均的 任人變化量 就是他加一個絕對值就好了 對 好嗎 是對嗎 這樣子 因為我們已經有點脫離了 其實對 不行 莫爾反應這個就是正負要寫出 好 好 OK 他有說正負要寫出 還是逆反應嗎 有 他是正負說正反應 正反應20 逆反應 他說整個反應的活化而已吧 他都給你該反應A到B 他的莫爾反應 他有一個逆反應的箭頭 莫爾反應 你們可以討論一下 你們交流一下 沒有辦法 有老師 沒有他延續他都會寫絕對字 你要自己去判斷他是放的還是 那時候我們要寫這個 我寫題目傳遍到絕對字 所以 所以有一個覺得是可以 有一個覺得是 我覺得不行 那正大附中 你們覺得你們寫 他們錯 85他們是錯的 85 不是 因為他們在討論的是一個概念 就如果是 剪刀 石頭 布 你們可以加入討論 DELTA H應該要再加一個絕對字 我要加一個絕對字 會比較對字 應該是題目的問題吧 DELTA H不會再加一個 題目的問題 就是 就如果題目是問DELTA H的話 那確實是15 但是他是問莫爾反應熱 那莫爾反應熱的話 你的反應方向 那你就一定要寫出來 懂 所以要-45才可以 就是完全沒有得詬病的 是-45 45可能還有討論空間 終於節目終於能夠 這麼有學術寫氣 謝謝 謝謝… 我曾經說 我以為還要暈